看一下我们首先查询一下category就是我们的类型表对吧 类型表它这里呢要求是找到谁呀 服装是不是啊找到服装 服装应该是11对不对应该是11 是服装啊好 wear然后呢category 然后name等于服装 这里是不是找到它的ID啊 categoryID虽然说我这给的提示是11对不对 但是你这个地方你不肯直接给个11啊 11从哪来的呀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找到它ID是不是出来了呀 这个第一步 第一步 第一步找到那么categoryID 然后呢根据根据谁呀 这个名字是什么服装对不对 服装好 第二步 第二步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就要给它统计了呀 对吧 好统计这些最高 最高和最低平均是不是啊 以及数量啊 怎么做呢 首先呢 首先是slit it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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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product tact where 对不对 where 然后呢 countergrade id 等于 这里是不是代入1 把代入进来 然后接下来 我们这里呢 给它最高弹购价 是吧 max嘛 最高弹购价 最高弹购价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这是弹购价 是吧 这是弹购价 这里要给它个名字 二子 是吧 二子 最高弹购价 然后呢 逗号 哎呀 然后最低弹购价是吧 好慢 最低弹购价 二子 最低弹购价 好 还有平均弹购价是吧 平均弹购价 平均弹购价 给它放进来 平均弹购价 max,my,ivg,content 还有我们的起别名 oz 是吧 好 这里呢 给它代入进来 执行 从他 没有这个ID吧 这个ID叫啥 我看看啊 product 看着国内的ID 没有11的是吧 没有11的我们就找13的 开吧 我们就找13的啊 好 13的我们看13是啥啊 好 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给它搞个心 13 来找一下13 13 是不是食品啊 OK 食品 这里没有服装的 我们就给它找食品的 好吧 食品 来 把这一块给它代入进来就开了啊 来 吃行一下 是不是出来了呀 也就是说我们食品呢 有三条记录 然后最高弹购价 最低弹购价 平均弹购价 有准价吗 没有吧 这里没有说准价吗 销售数量是吧 销售数量的话 那么是不是准价呀 总价是什么 是不是数量乘以什么 乘以平均弹购价 是不是就是数量 这块啊 这块你看你这个地方 销售数量 销售数量 销售数量和计 OK 销售数量是谁啊 是不是应该是sum啊 好 那么这块销售数量 我们是哪个是销售数量 我们slip it share from product 是吧 买 我们找到销售数量 是哪一个字弹 来看看 这个是不是销售数量 有没有 没有嘛 没有统计有啥意义呢 对不对 没有就没有意义嘛 就不用统计它 好吧 好 就不用统计它 好 这个能看懂吗 有没有问题 周锦明 有没有问题 雁红 有没有问题 好 没问题 我们继续了 获取它的 这是不一样的呀 无非就是 这个cantivation 等于13了呀 对吧 你待会自己做啊 这个我就不赘述了 这个就不赘述了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题 显示 这里需要排序 OK 我们要说一下排序 OK 我们要说一下排序 换一行 排序的话 就是 older by 这里一个升序 还有一个是降序 对吧 升序是默认的啊 默认 默认是升序啊 它是什么呢 A.S.E. 降序是 D.E.S.E. OK 这一块 就是排序 我们来看一看 排序怎么玩的啊 显示不同类型的商品的 数量和平均弹购价 按照商品数量 升序排序 然后呢 商品数量相同 则按照平均价格排序 好 这里有个问题 是什么呢 不同类型的商品和数量 是不是啊 这一块 它是不是 还要还要给它干嘛呀 是不是需要国外败啊 分组啊 还有一个叫做分组 分组 分组呢 叫做 然后呢 它这里呢 可以跟Heavy 结合起来啊 结合起来 国外败呢 分组 它这里分组 必须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注意事项 那么在这个地方 在这儿 我们是不是显示 不同的数据类型啊 Slated from product from product 是吧 然后呢 order by order by order by 这里是 这里是order by 是什么 排序了 是吧 group by 看到没有 加oop by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是不是根据类型啊 看着grade 是吧 id 来进行分组 来进行分组 好 分组完了之后呢 这里是不是 数量啊 那么数量 这是不是 商品数量 直接给它谁啊 countergrade id 是不是啊 这是不是就是数量啊 接下来ivg 再是平均弹购价 是吧 平均弹购价 是不是这个玩啊 好 这个玩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能不能执行 会不会报错 出来了吧 这时候都出来了呀 好 都出来了之后 我们再给它干嘛呀 排序呀 按照数量排序 是不是啊 好 这块是分走 根据谁分组啊 根据我们的分类 id啊 分类id 接下来orderby 排序 这里是通过什么 数量 是不是啊 好 数量 好 这个地方呢 我给它换样行 什么呢 平均弹购价 平均弹购价啊 换样行 大家看更加清晰一点啊 那么平均弹购价 我们按照这个 先按照谁来排序呀 是不是按照我们数量啊 按照数量 对不对 按照数量 升序 升序是不是默认的呀 默认是不是就是ISC啊 好 逗号 再按照什么呀 平均弹购价 是降序 那么就是平均弹购价 然后呢 DSE OK 执行一下 是不是出来了呀 先是升序 然后呢 再是降序啊 再是降序 怎么样 有没有问题 先是升序 再是降序啊 根据这个相同 再降序 这里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前面 你要查询谁啊 查询我们 Country ID 你不能直接这样查啊 如果是你这个地方 如果是没有加上什么 Guard By的话 这个是分走 是吧 一定要切记一件事 是什么呢 分走的话 你前面才能加什么 加上我们的 系统函数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他就会报错 就会报错啊 就会报错 好 这一块 我们学到了一个Guard By 分走 一个Oder By 是吧 Oder By排序 哎 这个地方是不是跟我们上面一样的呀 根据显示有商家信息的每一种类型的商品数量 和平均弹购价 这里是不是就需要多张表连查了呀 多张表连查了 待会我们再看 好吧 待会我们再看 好 行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这里一个Oder By排序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里就讲了两个 是吧 两个题 好 我先解锁 你们把它试一下 好吧 一个是排序 一个是分走 咱们 咱们 咱们